你好 欢迎收看4月15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贵 0403强镇重创花莲 很多乡亲的房屋严重受损无法居住 现场徐正伟特别吸手慈祭基金会召开会议 一起来讨论要建置中继屋安置受灾居民的事宜 现在徐正伟表示 县府积极召开在后建筑物若成补偿计划说明会 协助受灾户解决耐真补偿的余力 对集合市住宅红黄丹说明会 7月18号依据办理7个厂次并行说明 以便让乡亲了解细节 房屋修三期间是居住在红丹被拆除的进出物 像是天王新大楼 北平6号的花莲团的居民 如果有医院居住中继屋都可以填写申请单 中继屋实际需求量目前还在申请统计当中 会中此际团队表达对正言上人慈悲的心 让居民以安为首要 现在徐正表示县府已经积极盘点土地 用来建置中继屋提供灾民居住 也有针对受灾户进行需求问题调查 作为建置中继屋时候规划设计的方向 考量受灾乡村及需居住的处所 已经盘点出面积极较为完整 而且在第四平台 可以尽快施工 让民众尽有地方居住回归这场生活 实际会将进行施工建置 10月17号下午周三提供规划形式参考 中继屋将提供受灾民众 居住一到两年的短期中继安置 记得继续欢迎收到